這個華為的技術已經廣受肯定了 那現在當然大家不知道 我覺得今年因為他829才宣布Made60 所以大家預期到這個年底 因為去年他只賣了3000萬支 那今年年底我覺得 渴望是4000到5000萬左右 我講的是總量 不是只有這一支 那明年他可能就恢復 逐漸恢復他的能量 也許可以衝到1億支也說不定 所以這個當然就會對蘋果 對高通 高通是通訊晶片 就會有相當的衝擊 事實上現在大家擔心的是 美國不知道會如何進行進一步的制裁 那比較可能的是針對中芯國際 就是把中芯國際列為黑名單 然後要求盟友的相關的科技公司 都不能跟他往來 那這裡面就會包括荷蘭的阿斯麥 那我坦白講我認為阿斯麥會非常痛苦 那當然還有日本的半導體的化合物等等 不過我是覺得這樣啦 事實上中國大陸不是只有華為科技名片 事實上他第一張科技名片 我認為是綠能 就是大陸講光伏 光伏應該是他第一張科技名片 我們以前講說中國大陸的名片就是高鐵嘛 那高鐵出口嘛對不對 然後後來就是各種基建出口 那如果論科技公司 第一張名片 國際的名片應該是光伏 就是綠能 那第二張就是智能車 這個智能車 那倒白講 綠電光 那個 綠電跟智能車 對全世界的影響 那是遠遠超過華為 那可是為什麼華為會會受到這麼大的重視 受到這麼多人 因為它等於就是一個勵志的故事 就是被打壓了1566天 那可以王者榮歸 重新站起來 你要想想他面對多大的打壓 這個中國大陸整理 有一些網友整理 華為是被美國政府做了六次圍剿 結果還沒被打死 那女兒被綁架 然後各式各樣東西都不准賣 先進金片不准賣 ETA不准賣 各式各樣東西都不准賣 然後AUV也不能賣 那他可以經過重重難關 然後重新站起 而且員工有11.4萬人 為什麼不離不棄 所以這個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 所以我覺得大家比較好奇的是這個部分 華為這次的出手 事實上可以看出來這個公司 他的策略非常的成功 那這支手機在高度保密之下 在網路上宣布以後 就帶來的整個宣揚大波 然後他也沒有把他功能講得很清楚 結果世界各地的這些 這些所謂的手機專家 還有這些科研機構就開始拆解 然後慢慢一步一步 把這一支手機的內部 所包含的意涵一個個解出來 美國也在做 日本也在做 那中國大陸的網 這些科技網民也都在做 所以他這個策略我覺得是非常有頭腦 那你看這個 這個從8月開始 8月底開始到今天 這個題目就非常的熱 對 然後前兩天又加新的機子又出來 這個折疊手機 還有車用晶片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華為不是說成一時之快 或者說 就是說急於做什麼事 這件事就可以看出來華為這個文化 這個謀定而後動 然後出招是快很準 而且它是肉是一片一片的割 所以它這個造成的整個是全球的熱議 到今天都沒有衰退 因為它前兩天又推出來新的晶片 然後大家會去想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今天看到很多西方的這些評論 也都最近才出來了 大家一開始是一個震撼以後 慢慢的再去細詳細的研究 然後再去思考 然後得到的結論 比如說這位美國的經濟學家 他講的結論是什麼 我們正親手撞造一個旁人大物的對手 也就是今天華為是美國創造出來的 那現在這一句話就會讓美國社會去反省說 到底下一步美國社會應該怎麼走 是對它最有利的 其實對美國最不利的就是繼續打壓華為 因為前一陣子打壓已經算是出了非常重的手 還是打不下去 可是可見中國大陸的科技基礎 科研人才 公司的韧性 然後整體的國力 事實上以美國現有的這些科技領先的範圍來講 要打中國 把中國整個打垮是不可能的 那如果說美國現在繼續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的話就真正的會讓中國大陸 現在華為現在大家知道還差大概 在二代半的這跟美國最先進行二代半的這個情況 可能就要更短的時間 又要趕過來 等中國大陸全面在這個科技 尤其在芯片這邊科技以後 那就如這個美國經濟學者 中國做的科技產品 會反映中國的成本 也不是坐牌代價 而是把更合理的產品的銷售價格 帶到全世界 讓西方尤其美國過去享有這個暴力 這個情景不在 而且對美國來講是一種嚴重的打擊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我覺得華為不怕美國再推出所謂的制裁 因為他這次的動作很明顯的 就是藉由雷蒙多在中國大陸的期間 發佈這個新款 那發佈這個新款很明顯的 他經得起國際間的檢驗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足夠的自信 沒有足夠的硬底子 因為全世界一定會對於這個華為公布的時機 就是在仁蒙多放出要修理華為的這個 心前的那個狂言 然後再到中國的時候 那在中國大陸期間還在的時候 法委就公布了 然後馬上就這個幾分鐘內 就全部幾乎大城市據說是秒殺 然後說二三線的城市據說是幾分鐘內 那麼就訂單就結束了 現在事實上訂單是接不到了 我想我們都有到華為的官網去看 訂單你基本上是很難買到現有的 那這代表什麼 你看馬上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專家 馬上就會做檢驗做測試 而更新的機制X的在出來的時候 很多人忙做檢驗 同時檢驗給你看5.5G了 5.5G就是準備要跨進第6G了 它是一個過渡機種 那由於過去每個機 例如說5G到6G 4G到5G 它大概是10年 現在5G到6G可能已經不到10年了 因為科學的速度都在加快 因為可能在7年內就達到了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代間的速度越來越快 代間的速度越來越快 然後它現在已經在告訴你說 我已經在做適應6G的這個新的機制 那各位想一下 美國 他當然知道美國一定會在制裁 可是問題就在於 你美國還能怎麼制裁 而且你制裁 中國會怕嗎 而且我覺得 中國大陸就是等你來制裁的時候 它的反擊就開始全面大反攻了 我個人認為中國大陸的全面大反攻 就是要看你美國怎麼做 它要開始了 而這個動作其實已經有訊號在公布出來 您剛剛都有談到的有關於蘋果 本來是先從政府人員 接著到學校人員 到這個醫院的人員 其實慢慢的如果再宣布到黨政軍 那也就是這些是成年人 有消費力的 一億多人到兩億人不准使用蘋果 那各位想想看 蘋果面對一個這麼強大的勝利軍 就是黨政軍的 他們基本上都不能使用蘋果的時候 蘋果在中國大陸的市場就會一直萎縮 而蘋果的萎縮 事實上就是來自於你美國 對於華為的這種非理性的打壓 也就是你所造成的這種反擊 那也就是說 當你美國過去說這是國家安全的理由 但是被證明已經不是國家安全的理由 是你個人就是要把華為打倒 而華為你打不倒的情形下 各個國家都開始在幫華為做宣傳 華為重申了 其實我們也在等待華為 盡快在台灣的門市都來到 我們現在在台灣的門市 實在是找不到華為 要看代理商要不要代理進來 我們希望不要再限制了 開放吧 政黨輪替才有可能 那就 政黨趕快輪替吧 我們的所有的台灣的消費者 年輕朋友們 如果您要享用5.5G以上的速度 而且價格又公道的 速度又快的 而且有多榮幸 而且不要忘了 有衛星通話 衛星通話 華為應該要把賴老師也做成 代言人的那個樣子 然後您到海邊去 您到山上去的時候 不用擔心 會斷訊 不會的 不過您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如果您女朋友 或是你媽媽問你說 你在哪裡的時候 你不能拿到華為說 我通訊不良 沒這回事 因為他的通訊非常好 因為他絕對不會斷訊 拜登那種叫做虎爛計畫 你知道他的 他是要經過兩個海路 還有兩個陸路 你知道嗎 他不是一條鐵路 他要從希臘 先到對面的以色列 經過約旦 穿過整個蘇地阿拉伯 然後再拎什麼海路 再到印度的夢買 怎麼可能這樣蓋 我跟你講你的誘因何在 中國為什麼會有一帶一路的誘因 因為那個路上絲綢之路 中國他是為了中歐班列 還有中亞的那個人員的交易 他這個貿易額超過一兆美元 你知道印度跟歐洲的貿易 才多少錢嗎 一千三百億 所以誰有這個誘因 我就不知道他在幹什麼 而且請問有誰蓋過沙漠鐵路 你是整個穿過沙特阿拉伯 你到時候還要去找中國 來蓋沙漠鐵路 因為沒有人有經驗 中國可以開天降 我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而且我坦白說 如果這條什麼什麼之路 真的是戰略上有意義 會到現在才被你傻拜登發現嗎 為什麼歷史上的戰略家 沒有人講過這條路 絲綢之路不是中國發明的 他是歷史上存在的 中國只是恢復他該有的樣子 那用現代的運輸工具 而且中國都還有一個自己的需求 因為他產能過剩 他要外銷 你這個什麼都沒有 貿易額只有1300億 印度跟歐洲 也沒有產能外銷的問題 然後基建 全世界前20大的基建包商 中國佔14家 另外6家是歐洲 你印度跟美國沒有 沒有 他們有夢 我跟你講他 拜登的夢 拜登在G20跟印度高峰會的夢 還不止這個 我再告訴你其他兩個大夢 他還說他要世界銀行 要增加250億 提供給中下弱小的國家 提供他們 拯救他們 他這個預算 連國會都還沒有提出 然後拜登還講了一句話 很興奮 他說我們 可能不只250億 我們要提出1000億 那美國國會 完全不知道這個案子 他這個顯然就是針對什麼 因為金磚銀行 剛設立了緊急融資機制 那中國大陸 就總共有1000億 那拜登就覺得 輸人不輸政 所以就要提出 就美國有了這樣的一個 昏頭的總統 真是祝福你們 其實他這個 要把歐洲 中東 印度連結起來 這個全世界的戰略家 從有開始有這個 在考慮全球戰略沒有人提過 因為根本就行不通 你這個 基本上這中間隔了 為什麼行不通 因為印度本身跟鄰國都非常不好 你光走陸陸的話 當然這種時候天險就有 另外印度一往西走的話 第一個碰到的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你就不會給他過這條路 那再接他又是伊朗 伊朗怎麼會讓美國進入他的領土 所以他是要走海路 走海路 那走海路的話 事實上的話 他要走歐洲的話 事實上已經存在了 對 這個存在 他走這個 所謂的走這邊 直接走這個紅海 他就直接可以進開羅 開羅走蘇伊士運河 然後蘇伊士運河 就直接到希臘了 所以我也是研究半天 我真的不曉得拜登在 就直接走蘇伊士運 對 我實在搞不清楚他在 他這個 在這個 這麼偉大的戰略 繞來繞去的那種 非常奇怪的一個構想 就是我覺得就是 印出題目亂塞 就是說這一次的G20 基本上是 等於說繳了白卷 最主要為什麼 其實拜登也是挫敗 為什麼 拜登要借G20來譴責俄羅斯 你知道俄羅斯的拉夫羅夫 他上一次在8月份的 G20的這個外長會議裡面 他就已經 因為那個時候外長會議 也在圍剿俄羅斯 然後呢 尤其是G7的國家圍剿俄羅斯 就是說一定要在這次會議的決議裡面 譴責俄羅斯的侵略 要俄羅斯如何如何如何 你知道拉夫羅夫怎麼回答 拉夫羅夫他說 第一個 我們這個是所謂的財經組織 這個地緣政治的問題 不要在這邊討論 這個文不對題 第二個他說 對俄羅斯來講 跟烏克蘭的這一場特別軍事行動 對我們而言已經結束了 所以俄羅斯是用這個立場來看問題 當然到了G20 這個都是共識決的 俄羅斯可以依附當官 那就這樣子 在整個印度主導的G20 一年開了60幾次 這些專業部長會議之下 可以說是一事無成 在重要的決議案 通通沒有得到任何的結論 而且 在這個裡面可以看出 其實美國的集團 跟全球南方的集團 裂痕越來越深 所以這次的會議真的是 你派天王老子來主持 也不可能 尤其你又派了一個不公正的印度來主持 所以真的是一事無 我們就講一個案例好了 中歐班列 中國大陸當初的這個路上絲綢之路 中國義烏 中國德大陸一直到歐洲 這個鐵路的班列 這個班列剛開始成立的時候 剛剛已經有講了 中歐的貿易額八千多億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 滿去空回 然後一周就一班 那你想想看 走這個貨運的幾乎都賠了 因為誰要接這個案子 因為你滿去空回 空車回來 然後發展到一天一班 然後到現在 就今年一月到七月底 一萬列 一萬列 那你想這些貨運行 這些運輸的公司 他們要承攬貨物的時候 你要把東西運到那邊 去再從那邊把染貨 把它運回來 那你剛開始的時候 都是虧本的 那誰要做虧本的生意 政府補貼 政府說你去我來補貼 虧了我來補 就這樣子 把這個運輸這條線 把它就這樣經營起來 那請問一下 那你現在是 印度要來賠這個 賠這個錢 還是美國來賠這個錢 可是他又不在美國 然後他在歐洲 那你歐洲是 德國的來賠 政府來賠這個錢 還是法國來賠這個錢 一直把它賠到 把這條線養起來 更何況 你要從碼頭 碼頭的營運作業 你要出關 出關的時候 你到另外一個碼頭 再把東西卸下來 然後裝上火車 火車再跑到那邊去 我們講的是 都蓋好之後 然後你這樣的一個運輸 作業中你要有效率 你速度要快 你的通關要行 而且你還要讓貨運行 能夠賺到錢 那這個要多少功夫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理想很美 想像很美 美國人說 我有六千億美元 然後歐洲人說 我有三千億歐元 印度人說 我什麼錢都沒有 但是我土地有 但問題就在於 你整個港口作業的 包括這個龍桿的吊桿 你美國人說 我做不出來要跟中國買 那中國不賣 你能怎麼辦 那中國賣了 那對不起那我要看 我用什麼價錢來賣給你 好 所以我覺得覺得說 美國拿出 拜登上陣以來 沒有啦 你如果去問這種高階手機 那秦智人員一定會告訴你 他本身就是監聽裝置 你即使沒有開機 一樣可以監聽 這大家都知道的事嘛 所以美國也禁止華為 進入敏感場所 美國早就進了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跟進 有什麼奇怪 那個連北京都不准特斯拉 他到某些地方 他怕你會收集訊息 這個就是現代的 具有通信功能的裝置 他就是有這樣的風險 他事實上蘋果真的要擔心的是說 他這個所謂抵制的範圍 是只有敏感場所 還是只有公務機關的官員 如果擴及國營事業的員工 擴及黨政軍 那中國大陸會超過一億人 所以現在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要取決於美國 到底要怎麼進一步制裁華為 尤其是中芯國際 事實上坦白說 如果不是美國搞科技戰 那梁夢松這樣的人 你會認為有爭議嗎 他就是有本事嘛 是啊 他在台積電 因為他在台積電沒有升上 他希望能夠升籤 結果沒有被挑中 所以他認為他的貢獻很大 偷竊技術是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是自己的研發能力 他當初離職就跑去三星 那被告是三星那一段 那後來他回去中國大陸 那坦白說他在中國大陸的待遇 比三星跟台積電都還要差 差 那他為什麼願意去 他年薪 這個根據維基百科的報導 不到150萬美元 這個事實上在半導體界的 CEO是很低的 很低的 那他為什麼願意去 而且他連續兩年都沒有領薪水 都捐給他的教育基金 所以我是覺得 他的境界恐怕不是為了賺錢 他可能想要做一些事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種東西你 你看你用什麼角度看 你如果說是因為中美打科技戰 所以台灣跟美國都把他當作 忘惡的代表 那恐怕中國大陸的看法剛好相反 他把他當作英雄 事實上中芯國際的14nm 就是他創造的 這是事實嘛 那他在三星 也幫了三星半導體很大的忙 那事實上台積電 他在台積電也有很大的貢獻 不是說創造的六騎士 他是其中之一啊 所以坦白說 這個就是台灣培養出來的天才 這是事實啊 如果沒有中美的科技戰 也許我們就不會用這種角度去分析他 我們只會說他讓各地的半導體 產業都得到不錯的發展 也許你從這個角度去臨界 關鍵的 所以主要還是因為牽扯到政治 牽扯到國際政治 對啊 這次是4加1 四款手機加上一個車用芯片 四款手機就是60 60 Pro 60 Pro Plus 還有這個就是X5 那是折列手機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 8月29先是Pro 然後在這個週末的時候 另外三款出來 那也都公開的這個發行 代表什麼 他們用的芯片 技術穩定 那這裡面有三個意涵 第一個 產能 你發了四款的手機 那每一款 事實上 以任正非以華為的這個觀點 他不會只做個500支 然後就賺一筆就沒了 對不對 不可能這個樣子 所以產能 我覺得他們是有規劃到 那後續這應該可以這個表現出來 第二個良率 那就是講的是技術的部分 然後呢 獲利 那獲利這個 因為這是一個7奈米 然後呢 加疊取得5G的這個效果 所以呢 它的獲利一定會被壓縮 可是在四款都出來 還再加上一個車用芯片 一定有用類似的麒麟9000S 或更高階的 那因此呢 它的獲利一定有涵蓋在這個裡面 那代表了什麼意思 短短的四年 應該更明確的講 其實是2020的9月 什麼時間點 台積電停止 被迫停止 出售高階晶片給華為 甚至低階的都不行 因為美國對華為是全面的制裁禁止 你可以出售給中芯國際 這個低階的成熟的 所以 嚴格的講 是三年的這個時間 它就回來了 那就表示什麼 我們經常看到嘛 那中國大陸做這個高鐵啊 蓋橋啊 鋪路啊 這個速度 對不對 但是呢 品質 而且它用別的方法 用製程的方式 用這個封裝的方式 把它的效果達到 接下來考驗當然是五奈米啦 五奈米可不可以用DVUV來做 目前技術上說是說可以喔 你只要有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將來這個都有都有機會 梁孟松不要這樣角度看他 我覺得他是個天才 他只不過是服務他自己的這個工藝上的 工作上的 那特別在 針對就是中芯國際的時候呢 他已經離開 台積電很久了 中間去了三星 你說從台積電到三星 他可能跟台積電之間 有那種商業機密的這個問題 但他到中芯的時候已經沒有這個問題了 然後呢他協助在這樣一個中美貿易戰情況之下 協助中芯國際走出這個突破 我覺得其實是供在整個半導體 供在整個半導體 不是只是在中國半導體 因為你這樣代表的是什麼 整個半導體還是有一個整合的這個空間的 所以這個角度當然iPhone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 他接下來在中國大陸的市場 可能會被這個禁止使用的 這個中國大陸政府的這個助攻 而受創 那我們去看 到底這個受創會多嚴重 看可能今年年底就知道了 這個拜登市場有給印度面子 因為印度後來還是通過了聯合聲明 本來大家都認為會寫不出來 那美國放棄了譴責俄羅斯 這是多大的讓步 所以烏克蘭非常生氣 因為印度不可能譴責俄羅斯 所以後來那個聯合聲明寫出來了 很多人都認為是G7 對俄烏戰爭譴責俄羅斯的部分做讓步 那另外一個就是非洲團結聯盟加入了G20 那這個案子是中印已經提案好幾年了 美國都一直擋 擋到這一屆終於讓他進來了 這也是給印度面子 不過我覺得印度他所求的不是這一些而已 他希望能夠讓印度的電商能夠對外有一些發展等等 不容易 因為畢竟你的對手實在比你強太多了 我講的他的對手當然就是中國 而且印度的GDP只有3.4兆 也距離中國太大了 中國有17兆多 所以你也撐不起 你想要做的架構 就是說你也玩不起大車 不過總之就是美國 印度在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如果說左右逢源 那印度叫做八方逢源 你知道吧 那所有國家都給他好處 你不覺得嗎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他 就是說他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他充分利用了各方的矛盾 然後得到對他的好處 這是事實 我覺得越南也是這樣 越南事實上坦白講現在東南亞 大概除了菲律賓跟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之外 其他都不願意站對了 連新加坡都不願意站對了 何況是越南 越南還跟美國打過仗 對不對 而且這一次美國是帶禮物來的 美國願意在你這裡發展半導體 那越南當然很希望能夠發展成熟製程 那不管他未來能做到什麼程度 至少內用 那我覺得美國要幫他忙 英特爾美光來投點資是有可能的 非常有幫助產業升級 至少他可以自己做 不然你怎麼跟中國競爭 沒有辦法 中國的成熟製程的規模比你大太多了 所以他也別想外外出口 不可能 你一定比中國貴很多 可是至少你可以自己用 沒錯 那當然美國也願意幫他開發稀土 所以你看越南也給他回報 就是我買你的737波音 那另外一個就是 美國未來可能會在軍事上 然後送給越南那個 我們說那個巡邏艇 就是讓他去保護他的漁船 然後讓越南跟菲律賓 共同來監督中國的漁船 那這個部分是符合越南的利益 可是你說要再進一步跟越南 建立軍事上的關係 我認為不太可能 因為越南也蠻有戒心的 他怕CIA怕死 所以他不可能跟你太接近 可是軍事上的採購 我認為這是有可能的 拜登剛跟越南 簽了這個全面夥伴關係 但也是越南的第五個國家 那越南的政治制度 跟中國大陸不是一樣的嗎 那如果你對中國大陸政治制度有意見 那為什麼跟越南 就跟簽了一個夥伴關係 你講人權的話 其實印度莫迪政府 對於穆斯林的待遇 那是全世界的人權組織都批判的 所以現在講越南 大家都認為說是越南像竹子 然後沒有錯 他是想要做平衡 兩邊都得利 在這個時間點 另外一個小印度一樣 大家都需要他 而且他的製造業真的可以獲利 可是我覺得 越南根本就是中國plus 或者叫中國延長 在供應鏈 在轉口 甚至習產地 它是整個美國在制裁中國的科技 然後希望供應鏈能夠移轉 到近岸或有岸的外包 越南算有岸吧 但是實際上是中國的供應鏈延長變成亞洲供應鏈 那現在中越的供應鏈合在一起 在物流上 在人才上 越南你聽說過什麼很偉大的大學 這個全世界排名前100名嗎 他的這些人才 科技術人員哪裡來 對不對 所以實際上 越南根本就是在這個 中美的貿易戰之下的獲利所在 是中國plus 這個理解我覺得比較精準